这个男人是一名三杰 因为硬插洋出的奇妙缘分 他和这个海盗女船长一起被困在了这座小岛上 又因为铁铁的束缚 两人就连上厕所都要在一起 这就很尴尬 大家好,欢迎来到球铁,我是琼哥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新部冒险电影《海盗》 女主是一名海盗团伙的小团长 这一天,海盗们例行外出打劫山船 结果却不胜把珍贵的黄金佛像掉到海里 于是女主傲话不说的笑了一下就跳进海里 把佛像给捞了回来 期间,他还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金鱼 而女主的介绍应勇举措 也让床上的海盗们更加爱戴敬仰她了 这天晚上,一名叫铁柱的小海盗 意外听见了海盗船长白发叔和官员的私下对话 内容大概就是要把几名拖后腿的海盗 送给官员做工具 让他好像朝廷交差 于是,预感到自己很可能会被送走的铁柱 就立马悄悄划至小船 先一步离开了大火 果不其然,铁柱前脚刚离开床 白发叔后脚就来到了海盗面前宣布决定 看着自己平日里一起奋战的湖姬被白发叔将对待 女主终于决定带头反抗了 她拿起的武器就和白发叔展开了一方殊死搏斗 也许是因为老天有眼 女主在这场反抗中胜利了 然后她也顺利上位成为了女船长 而败者白发叔则选择投身大海的方式离开海盗团伙 由于此时,政治朝鲜王国建立初期 王的地位非常不稳定 国家既没有国号,也没有国洗 于是姓王就让手下官员去找中国皇帝交涉 要来那块国洗 然而令主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运输的过程中 他们的山船竟然被一只大鲸鱼给压得粉碎 船上的所有人都落到了海里 而那块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国洗 也在主人面前被鲸鱼给通路到肚子里 运输国洗的官员担心这话说出来 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只能编造谎言说 山船遭到了海盗袭击,国洗不见了 而鉴于什么的更是压根就没有出现过 如其来,官员那边听到国洗被盗的消息后 果然是气得高血压都上来了 他直接下令要以朝鲜国的名义 发动全军在15天内讨伐山舰和海盗 然后拿回国洗 而这边铁柱刚好投奔到了山舰团伙这边 男主正是这群山舰们的头领 不过和女主带领的海盗团伙不同 男主这边的山舰团伙不仅没有威力 而且看起来还有一些窝囊 晚上,官员又找到了名利贼独眼做交应 说只要独眼帮自己抓住鲜鱼夺回国洗 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身 为了达成目的 官员还赋予了独眼水中统领的身份 于是隔天一早 独眼就找到了现任海盗船长女主 要他协助自己抓捕鲜鱼 但在女主的眼里 鲜鱼就是龙王派来的使者 是能够方便天猪之能和天佑之能的灵物 所以他不愿意去伤害鲜鱼 可独眼却用女主将来们的性命作为威胁 逼迫女主必须在10天内帮自己抓到鲜鱼 这下不得不服从的女主 这主呢决定先上案 准备一些接下来需要的补给 也在这次上案的过程中 他遇到了三绝男主 两人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男主非常热情地向女主介绍了自己一方 但女主缺一点也不买他的账 后来男主也知道了鲜鱼通船的事情 为了带领团队大专一笔 他也决定加入逮捕鲜鱼的行列中 不过在海上生活过的鲜鱼 却告诉男主 鲜鱼可不是想抓就能抓的 毕竟他的体型那么的巨大 于是第二天 男主就趁机带领着三绝团伙 抢走的女主采购的炮火设备 随即要来的就是两人之间激烈的追逐大赛 不过最后因为一些意外 大部分炮火都被炸成了灰烬 而女主也为男主舍身救自己一命 而放弃了对她的追击 就这样男主等人带着剩下的炮火来到了海上 或许是因为在陆地上生活惯了 这群山杰对海上的生活就非常的随途不服 在他们最疲惫的时候 甚至还遇到了一只大鲨鱼 以为鲨鱼就是禁运的男主 直接扔出了一个鱼叉 插入到鲨鱼的身体里 于是他们整艘船就被鲨鱼拉得一路狂飙 甚至还超过了旁边白发树的新船 是的这个白发树 那晚跳海之后并没有去领合坊 而是又重新组织了一只新的团队 要给女主好看 现在男主这边的船 因为塞的缘故已经损毁的差不多了 他们要想再次出海的话 就只能选择盗取军船了 并着三贼一步做奥不休的精神 这天夜里男主等了为了盗取消的军船 还连带着把周围的军船都给烧了 也是在这次的行动中 男主见到了独眼 很显然这两人之间就结效了两者 打斗之间 双方也给对方放下了狠话 不过最后因为时间缘故 男主只能先走一步了 这下有了大船的三贼们 气势顿时就不一样了 他们听从铁柱的指挥 在大海上进入航行者 这下男主等了 更觉得抓住鲸鱼不算什么难事了 他们甚至觉得随便抓几只都没有问题 但在铁柱看来 这些想法都是非常愚蠢的 正当他打算好好给三贼猫 描绘一下鲸鱼到底有多大的时候 一只巨大的鲸鱼 就从他们的面前一跃而过 这个场面可把三贼猫给惊呆了 于是自难而退的男主 他们可算是彻底放弃不禁计划了 打算像现在这样躺在床上 自由自在的随风漂泊就好了 而另一边 女主等了也追踪到了鲸鱼的中绩 但和那只大鲸鱼一同出现了 黑智鲸鱼幼崽 看到这幅场景 女主犹豫了 她终究是一个善良的人 根本不忍心对着鲸鱼痛下杀手 但为了家人朋友们的性命 她只能违背自己的意愿 然后就在女主毫不立即决定 要发起炮火攻击的时候 她所在的海盗船 突然遭到了白发疏的袭击 就在两床正僵权的时候 男主的船只尽量好时不时的 飘到了他们的中间 战争一触激发 女主率先掌克的攻击 但这一床的结果却出现了反转 她的肩膀被白发疏给狠狠的刺伤了 于是这回站上船 准备投身大海的人变成了女主 而男主作为三角的头领 就算再和白发疏装熟 也没有能逃过这一劫 她只能被迫跟着女主一起投身大海 但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两人在海底的时候 又吸引到了那只大鲸鱼 原来在女主还是小孩的时候 曾经救过那只鲸鱼一命 而那时候女主手上正带着一个铃铛 所以这回鲸鱼听到铃铛的声音后 自然就想到了当时拯救自己的小女孩 便胡说来找女主报恩了 就这样 两人被鲸鱼送到了一座小岛上 但因为伤势严重 女主迟迟没能醒过来 先醒过来的男主只能继续好好照顾女主 不仅如此 因为扣在他们手上的铁垫 怎么也长不断 导致两人就连上厕所也只能一块行动 万一生存 真的很容易让人与人之间产生感情 就在两人准备斗嘴的时候 男主原来的那艘军舰竟然飘了过来 独自在床上的兔头隔 救下了男主女主 便帮他们斩断了那条出铁链 三人就一起回头去拯救 其他被挟持的弟兄们 虽然男主很想要跟女主多相处相处 但女主的心事却完全不在这 因为现在白发术已经和独眼联手要一起抓捕鲸鱼 夺回国喜 没有怜悯之心的他们 甚至决定要先抓住鲸鱼幼仔 来吸引大鲸鱼上弓 而情况也真的如他们所遇来的一般 在看到小鲸鱼被鱼叉射中后 护仔心缺的大鲸鱼就立马朝着他们的船子赶了过来 于是各种各样的炮火和手榴弹 就如气而至落到大鲸鱼的身上 把大鲸鱼的疲漏都炸开花了 也就在大鲸鱼围在当鲸的时候 应用的女主终于赶来了 她的一段猛烈的进攻 也让独眼和白发术顿时乱了正脚 就这样女主不仅成功地救下了自己的团队成员 还随即一刀斩断了白发术和独眼的补禁行动 把大鲸鱼的尸体重新送回到深海 看着自己毫不定抓到的鲸鱼就将被女主放回大海 独眼和白发术的心里那就一个气痒 就在大战步入到高潮的时候 男主也及时赶来 就这样男主对独眼女主对白发术 把战争推向了顶峰 但最后白发术因为性格干裂 他选择直接把床给炸毁了 让大家和自己同归一尽 不过还好大伙跑得够快 最后和白发术一起领和放导 就独眼还有其他品行不断的坏狼 而在影片的最后 希望的国系也当然是一直没有找到 不过男主和女主倒是一起在海上快乐地生活着 虽然这部电影的剧情很简单 特效技术也没有特别的精湛 但战者男主女主的颜值也算是值得一看 只要是相当的搞怪 看的时候确实挺欢乐的 但对于那只莫名犀牲的大金玉 还是非常惋惜 如果最后金玉也能没事的话 结局就更加完美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